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在开始前先祝兄弟姐妹们小保底不歪十连双黄 希望可以用点赞三连支持一下野猪,谢谢 首先是官方最新的活动,假日冒险出发 开启时间4月29日至5月5日 活动奖励60元时5万摩拉以及其他的素材需要手动领取 参与方法打开米油社点击假日冒险 然后通过字骰子获得冒险币 完成对应的任务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了 接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外网玩家对于此次2.7版本延期的评论 说实在的野猪真的是被感动到了 评论基本上分为三种 最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安全并且保持身体健康 也有在说明延期原因的 是因为疫情导致了项目的延期更新 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请照顾好自己 就算延期了,就当为后面的角色存原石了 这些都是高占评论 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康安全,平安无事 这里肯定有朋友要奇怪了 国外不是有很多白嫖玩家吗?白嫖党 他们就没有要求补偿原石吗?有的 但是要求官方道歉和补偿原石的评论 都被其他玩家给冲了 那些不看延迟背后就要求道歉的人 是不会被认真对待的 尽管发生了延迟这种事情 但人们要求补偿的方式真的令人非常难过 只要员工安全健康 我们可以等待更长的时间 我们真的不需要因为封锁而得到补偿 他们现在的处境并不好 但是仍然给了我们补偿 我们已经没有理由抱怨了 不用担心补偿玩家 安全健康比这款游戏重要得多 然后有一部分国外的玩家 也提出了比较合理的方案 就是每天补偿60到70个原石 如果延期时间真的很长的话 每天补偿60个原石 大家感觉够不够? 说实在的 野猪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 真的是很感动 虽然我们身处世界不同的角落 但是原神这款游戏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 我们有同样一个愿望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我甚至都怀疑自己看的是不是游戏评论区了 这是原神的评论区吗? 一个一个朋友的评论都是如此的温暖 为大家的安全祈祷 有很多朋友和野猪的感受是一样的 这次原神社区对于言词的反应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有爱 同时也有很多国外的玩家在向其他玩家说明 米哈游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还发布了相关的视频 这是在为大家送物资的小哥 这是志愿者们战斗在第一线的朋友们在分发物资 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每一位为抗疫防疫而付出心血汗水的同胞 谢谢大家 谢谢 这是前面分发物资的开箱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还是比较丰富的 同样也希望大家最近少课金多存钱准备一些生活必备物资 以备不时之需 都看到这里了 野猪向大家求一个一键三连 祝每一位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抽卡圆梦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了 关注野猪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